请收看 慧律法师 佛学讲座 也有这个密教部的发现有个打碎丘座 他就把这个操一遍打碎丘座 操完了以后放在这个枕头 因为这个人啊 因为犯了这个道生欺负 出家人啊 犯这个道生欺负最严重 结果脸都发黑了 脸都发黑 这个打碎丘座就不操好了 就放在 放在这个枕头底下 结果这个比丘预防身 死后堕地 因为他是道生欺负 入地以后 一踏到这个地 马上又飞上了 飞上天 马上失事 马上超度 飞上天 你们身上所带的里面有一个大水球座 前台湾神保证没有一个法师认识这个座 这个座没有人盛行 不盛行 也很长 比那年座难念十倍 很难念 不普遍 不普及 但是苏果房最好的供养给大家 就这个座 座的你要梦好 除了洗澡拿起来放着以外 上厕所带进去 没关系 都二十四个小时带着 在你往生以前 这个不要掉 这个不要掉 那后面那个结啊 有时候打得不够老 一本座 再折叠 折叠以后在金光明沙 再三张座容 然后弄好 再请信徒 车吹吹吹以后 然后再似乎再加持 加持还很长的时间 再拿来给主位挂了 这个 你看这一点点东西 我们花过多少的心血 多少的步骤 那这个叫做保 无价之保 如果你要向我买 你多少钱还跟我买 对不对 就无价之保 好 你们要好好地待 他一直让你往生 放生 就决定去 从今以后 不照恶 多多的行善 多多的行善 好 愿迎接善缘 自卑大无边 宽阔的胸怀 动感天地间